希泽天意中五浪 总算是给了她一个正眼 指示着她的脸说 好 在希泽夫人露出喜悦的笑容的那一刹那 她继续说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你对外宣布和顾若林断绝关系 你可以回来继续做你的希泽夫人 第二 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 我会给你和顾若林安排一套别墅 你们单独住 但是你不能出现在盐儿的面前 还有 从此之后 勘紧顾若林 让她夹好尾巴做人 你选吧 希泽夫人就跟被点了穴道似的 全身僵硬 此天 希泽天盯着她的脸 目光锐利 你只有这两个选择 你要非要是跟我在这里吵闹 让颜儿知道了 我连面子都不需要再给你留了 我会直接跟你离婚 如果我跟你离婚了 你就连挂名的希泽夫人都当不上了 你自己考虑厉害关系 她不会给他在这里纠缠上 让林安心知道的机会 她要执意闹到安心知道了 那他们的夫妻情分 也就真的走到底了 颜儿是我的女儿 她在外面流浪了二十年 这段时间也不知道 吃了多少苦 受了多少罪 我的孩子 本来应该是在千骄万宠之中长大的 结果她却是受够了生活的磨难 长成了一个处处体贴他人的女孩子 她吃够苦了 我不会再让她吃苦的 她的母亲是个拎不清的人 没关系 作为父亲 我一定要给她最好的补偿 为了做到这一些 我什么都可以舍弃 包括你 你最好搞清楚这一点 希泽夫人也不知道是激动的 还是震撼的 手指尖不停地颤抖着 我也不想这样的 我是爱她的 你可以走了 希泽天听腻了这一些 今天中午她这句话说了太多次了 可是每一次说完 她所做的事情 又和她说的话截然相反 也许是二十年的相处 她真的把一腔母爱 都给了顾若林了 以至于 她已经没有能力 再去爱别人了 不过没关系 安心没有母爱不要紧 她会加倍地 用父爱去补偿她 我说了 你最好不要在这里 再跟我纠缠了 不然让安心听到了 我会让你 连挂名的希泽夫人 你都做不了 你应该很清楚 你跟我离婚了 你的生活会差距有多大 趁着我现在 还有最后的一点耐心 记清楚了 我今天跟你所说的话 以后带着顾若林 夹着尾巴做人 看到颜二了 最好也给我退避三舍 你们两个要是让我知道 对颜二不好 或者是找颜二说三道四的 我告诉你们 我会让你们后悔 你跟了我几十年了 应该很清楚 我是什么样的男人 我希泽天 说得出 做得到 希泽夫人 死死地咬着嘴唇 握紧了拳头 不停地颤抖着 她知道 面前的男人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希泽家从来都是靠实力说话的 像希泽浩和希泽烈 亲兄弟都可以为了家主的位置 自相残杀 更别说是其他人了 希泽天 能够坐在希泽家 第二把手的位置上 也绝对不是靠着辈分 而希泽家 比他辈分高的人多了去了 只有他稳坐在钓鱼台 所以 这个男人绝对不是一个温和的人 要真的是把他惹怒了 他和若林 绝对讨不到好处 希泽夫人 是魂落魄地离开了 林安心回来的时候 人早就走远了 林安心因为不清楚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还很奇怪地问 奇怪 阿姨人呢 希泽天温和地道 哦 他还有一点事情 暂时去处理了 可能这段时间都不会回来 没关系 爸爸在家 哦 林安心不是傻子 他这么明显地敷衍的话 他不会听不出来 他越发地确定 希泽天和希泽夫人吵架了 只是 他暂时还不明白 他们因为什么吵得这么的厉害 不过 希泽天既然不想让他知道 他也只好是假装不知道了 安心呐 累不累啊 让管家给你泡一杯水果茶吧 好啊 希泽天慈爱地望着他 简直恨不得把他看进自己的眼珠子里面去 都看到林安心不自在了 他才说 爸爸准备啊 给你举办一个欢迎宴会 告诉其他人你回家了 好不好 你要是不喜欢 爸爸就不办得那么大 就让亲戚朋友过来吃一个饭 你啊 走丢了这些年 他们都很关心你 现在你回来了 爸爸就把你介绍给他们认识 林安心对他这种商量的口吻 最没有办法了 无奈地摆了摆手 可以啊 都可以 伯父 你做决定便好了 我都可以的 希泽天立刻没开眼笑 和对待希泽夫人的时候的冷酷无情 完全就是两个人 冲溺之情异于眼表 他伸出手 轻轻地抚摸着林安心的头顶 主动地说 今天晚上有个生日宴 是爸爸的一个朋友的生日 安心 你和四辰一起去吧 爸爸晚点 处理了工作上的事情就会过去 你看 可以不 那你有没有工作呢 林安心在回答他之前 先询问了思辰的意见 思辰薄纯微微地扬起 桃花眼扬起了一抹笑意 抓住他的手 没有 工作上的事情啊 我让妈暂时帮我处理了 除非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们一般不会找我 我现在有大把的时间陪你 正好 叔叔说的这个生日会就在晚上 这样 下午 我带你到处去逛一逛 你也好久都没有出去逛过街了 这里是外国 没有那么多的狗仔队 你啊 也可以自由自在地玩上一玩 林安心的眼睛一亮 对啊 这里是外国 我怎么给忘了呢 下午我们就去逛街吧 我还要给恩恩和我家吃宝贝 给买个礼物呢 对了 还有我的诺诺和两只小包子 包子就买衣服吧 宝贝和诺诺的礼物 我要好好的想一想了 诺诺现在大一点了 也都很喜欢她 她都快要成为 吃恩恩家里的孩子王了 思辰看到她高兴 比谁都高兴 握紧她的手 毫不犹豫地说 下午 我就带你好好的去逛一逛 不着急 你慢慢想 万一遇到好玩的 你多买几件 给她们也是可以的 那当然了 我家宝贝呢 是这个世界上 最爱我的男人了 好吗 我恨不得一身相许 唉 可惜啊 她还太小了 她那一句乌心的 我家宝贝 是这个世界上 最爱我的男人 把在场的 两个男人的心 上得是瓦凉瓦凉的 西泽天还好 毕竟才把女儿认回来 女儿对自己 还没有那么熟悉 很正常 思辰就可怜了 又有一种 头顶上一片 青青草原的错觉 最爱的 别人 又 折 逆